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這樣聽得到嗎 我是聖悠 然後我現在在日本當技術傳教士 然後今天是我第一次參加JCcom 然後蠻高興的 然後也是第一次到JCcom來做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要跟大家討論 Intel這個IDE這樣 那想要先做個市場調查 就是你已經在用IntelJ IDEA的 可以去個什麼 還蠻多的耶 好 那我今天很多東西可以挑過 還是你在用Eclipse的話 Eclipse有嗎 OK 好 今天看著我們表演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有用Netbeams或者是VSCode 有其他Editor嗎 有人在用Vin嗎 好 等一下我會說服你 然後Emacs有嗎 OK 好 大概了解一下 那我們每次在討論這樣的一個主題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都會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用IDE 然後為什麼要用IntelJ 那我自己有幾個觀點是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用IDE等級的工具 其實它 我們自己是有實作很多預發引擎的 所以你在 它在看你的程式碼的時候 它跟你一樣它會去思考你的程式碼 所以你在做重構或是你在搬檔案 或是你在改你的程式碼的時候 其實它是知道你在幹什麼的 所以它會提醒你哪些事情該做 哪些事情不該做 會盡量抑制你發生錯誤的機會 那再來就是 我們把所有工具 通通都綁在一個ID裡面 所以你不需要花太多的 這個Contact Switch的精神 去適應在不同的每一個軟體裡面 你可以直接在ID裡面 把所有事情都搞定 那當然用我們Intel J 這個平台有好處是說 我們所有的IDE Japan做出來的IDE 通通都是在這樣的一個平台做出來的 所以 不管你今天是用Intel J來寫Java 或者是你用我們其他的產品來做 其他的程式碼員 其實那個體驗是一致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搬過去 所以你今天在 聽我講的這些東西 你可以用在其他我們的IDE上面 甚至你在Android Studio裡面的操作 也是一模一樣的這樣 那同時我們的這個平台也是 三個作為系統都支援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在Linning上面 或是在Windows上面用起來的感覺 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最大化你的生產力 所以我今天會分享 透過這幾個不同的面向去分享一些 在Intel J操作上的一些技巧 那等一下我會盡量講越多越好 那但是各位不用有壓力 就是你聽完以後 你可以先挑一兩個你最有印象的 然後你回去開始用 那假如你沒有辦法消化這麼多內容的話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有個彩蛋 再跟大家說這樣 那所以從第一個部分開始 就是先跟大家介紹 就是Toolbox App 那假如你有用過我們的IDE的話 你可能會 可能會看到我們現在官網上面 有個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Toolbox的APP 然後這個APP是幹嘛呢 就基本上因為我們的IDE很多 所以假如你登入了這個Toolbox App以後 它可以列出所有你可以安裝的IDE 然後你就可以挑你想要的IDE來裝 那裝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不用像以前去網站上 一個一個把它下架 一個一個把它安裝 那你可以在這邊用一鍵安裝的方式裝好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你裝完之後它可以直接幫你做update 只要我們這邊有更新的時候 它就自動幫你做update 那我們的IDE基本上每一年大概會有三到四個大版本 所以你會看到像我們這邊 以我們像IntelJ來說是2019.2.3 那2019是年份 2.2是我們今年的第二個大版本 那我們年底大概會出第三個大版本 那後面第三碼就是我們的小版本號 所以以我們這樣更新頻率的話 你其實常常需要做這個軟體更新 那你只要按這個update 它就可以一鍵幫你搞定 那Toolbox還有幾個額外的好處 比方說這邊有一些設定可以調整 比方說你想要調整它使用的hip size的數值 或者是你想要微調我們在啟動的時候 JVM的一些參數 它可以直接幫你做一些管理 然後同時假如你想要使用我們的EAP版本 我們這邊有一個EAP版本 是指說我們在每次試出大版本的時候 都會先把一些功能在EAP裡面先實現出來 那你可以先把這個東西下載回去裝 裝完之後呢先體驗最新功能 那萬一發生bug的時候就回報給我們這樣 那等於是幫我們也幫自己 就是你先了解新功能 然後我們也知道你怎麼樣用新功能之後 我們可以推出更好的版本這樣 那另外就是你裝了Toolbox之後 它這邊會開出一個project的面板 這個project面板裡面也可以看到 所有你跨ID開的各式各樣的專案 然後你可以直接點了你要的專案 然後它就會幫你開起來 那這樣的話就不需要你自己手動去處理這些事情 OK 所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假如你已經有在使用我們的IDE的話 那Toolbox是你很好的一個工具 甚至你會發現 現在我們已經把Android Studio也放進來了 所以你今天想要裝Android Studio的話 你也不用自己去裝 你就用Toolbox來裝 那再來先跟大家講Navigation的部分 那通常你用Intel J之後呢 你開起來的畫面應該像這樣子 就是左邊是你的project面板 然後右邊是你的editor的部分 那你會看到每一次進來以後 你就要開始去找你的檔案 那一般來說你可能會用你的手指去碰錯工板 或者是用滑鼠去滾這個project面板 那但是其實你可以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邊你會看到它這邊有個提示 就是叫做Search Everywhere 那我每次都講說這個東西叫做 Intel J的萬物之石 就是你所有進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按兩下Shift鍵 它就會開啟一個像這樣的視窗 那這個視窗裡面它可以支援各式各樣的搜尋 你可以打任何你檔案的關鍵字 然後它就會把最常用的那些檔案照著順序去排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分類去找 比方說你要透過你想要找一個class名稱 你可以按type鍵去切換它搜尋的範圍 那你會看到上面這個地方的頁簽 就會去切換不同的範圍 那也可以用檔名或者是用symbol的名字 或者是有時候你會發現我們上面這一堆 這個選項實在太多了 你也記不起來到底是在哪個分類底下 那沒有關係你就是把它切到action 這邊的action包括你所有的設定都可以透過打字的方式去尋找 那這樣應該會大大的增快你在找東西的速度 那假如你真的記不起來 其實你只要記得double shift 讓它用old的方式來搜尋 然後你打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打一些重點的關鍵字 因為你在取class名稱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camelCase嘛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我這邊有一個叫做 Cutting ISBN Validator Test 你可以打 kivt這樣之類的 就是你只要打到幾個關鍵字 那它會自動找到符合這個關鍵字裡面 最有可能出現的檔案 就會放在前面 那按enter鍵它就會打開來這樣 所以用這種方式應該會讓你開起來更快一些 那你會發現在我剛 從現在開始我按任何快速鍵的時候 你會發現在下面這邊會出現一個綠色的框 那這綠色的框就是它會把我正在按的那個快速鍵顯示在下面 那它會顯示 我現在是Mac 所以它會顯示Mac的快速鍵 然後後面它會寫Windows的快速鍵 所以假如你正在用Windows 或是用Linux的話 你可以看旁邊的註解 剛剛這樣看得到嗎 就是教我按了這個 在下面這個地方 看得到嗎 看起來大家好像要歪頭 所以我們來調一下好了 我把它放到上面去喔 這樣可以嗎 在上面 OK 那你在找檔案的時候 其實除了剛剛我double shift之外 你最常做的做法可能是 剛剛開過哪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我要開起來 因為你常常會在這幾個檔案之間做跳躍 你在開發一個feature的時候常常這樣做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說另外一個做法就是你按Command 1 Command 1的話它會開所謂的resend file 就是你最近開啟過的檔案 它會把它列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你的上下鍵去切換你想要找檔案 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打字 比方說我就直接打ind 你會發現最後只出現這個按enter鍵 它就會開起來了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組合 讓它儘快讓它把它過濾出來 你就會更快的開到你想要的檔案 那另外Command 1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說你可以按兩次 那兩次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按第一次的時候它會先開著視窗 按第二次的時候呢 它會把這個右上角這個 有改過的檔案才列出來 這個東西打開來 所以在按第二次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些檔案是 你剛剛有開過 而且你真的有去修改的 因為你可能開了很多檔案 但是你不見得有修改 那這樣的話又可以 過濾掉一些你不想要開的檔案 那可以更快的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除了剛剛右邊的這個部分以外 其實左邊這邊還有很多不同的工具面板可以開 那因為大家在用Intel J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Editor右邊 左邊右邊 就是上下左右這邊都有很多不同的面板可以開 那假如說你不想要自己手動用滑鼠去點這些按鈕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這種方式 比方說要開Terminal 你也可以直接打Terminal 它就把Terminal打開來這樣 那這樣的話會更快一點點去開到你的東西 那每個東西我們只要省個一兩秒 你加起來就蠻可觀的 那再來就是你除了剛剛開過的檔案之外 有時候你的做法是 你一個檔案可能很長很長 比方說你有一個非常大的檔案 一千行 然後在這一千行裡面呢 你可能在第一行的時候點過一下 然後在第二行點過一下 在一百行的地方點過一下 所以對你來說在意的點是什麼 就是那個位置 假如說你把Command 1再加一個Shift 就是Command Shift加1的話 就會開啟我們最新的一個功能 叫Resend Location 就是你最近開啟過的位置 那它這邊就會把你剛剛開過的那些檔案 然後你有點過的位置 或是你有改過的位置 通通把它列出來 那一樣也支援我們剛剛說的 比方說我要打ISBN 它一樣會顧慮掉 不符合檔名的這些檔案 然後你甚至可以 根據它現在列出來的這幾行的 這個程式碼 去找到有可能的位置 然後選到之後就按Enter鍵 它就會把它打開來 然後它會把那個位置 停在你剛剛開的那個位置上 所以這樣應該也是可以 快速的開啟你想要的檔案 那Command Shift 1這個東西 跟剛剛的Command 1是一樣 你可以按兩次 那按兩次以後 它還是會把剛剛有改過的 那些檔案把它過濾掉 所以真正有被改過的東西 就會把它列出來 所以用這些方式組合起來 應該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你想要的檔案位置 另外就是你在開這個檔案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有時候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開這個檔案的時候 結果我在這邊 因為資料夾開太多了 所以我找不到我那個檔案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按我們這個面板上面 這邊有一個準心 那按了這個準心之後呢 它會自動把這個專案 跳到這個中間的位置 會把你正在開的這個檔案的檔案位置列出來 所以萬一你要從右邊去找左邊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的按這個準心 它會自動幫你定位到你想要的那個檔案上面去 可以看到它會這樣定 那假如你不想要自己手動去點這個東西的話 你還可以再配置一個 就是Auto scroll的功能 就是你要看 你要左邊同步到右邊 還是右邊同步到左邊 你把它兩邊都勾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在我開這檔案的時候 或是我點這邊的時候 左右兩邊就會互相跳來跳去 那假如你需要像這樣的功能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快速的讓這個檔案面板 捲動到你想要的那個位置這樣 那Navigation介紹完之後呢 下一個我們來提一下就是UI客製化 因為大家在用Intel J的時候 還蠻希望可以讓這個東西更有自己的主題風格 所以來介紹幾個比較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 現在是因為我們在投影機的畫面上 用白的可能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但平常大家應該都會用黑的畫面嘛 對不對 尤其是現在Mac大家都很喜歡用那個Dark Mode 那Intel J本身也有 你就要按Ctrl加Tilde 那這邊就可以開說你想要切換Look and Feel 比如說我想要切成Dark Purple 那就會換成黑畫面這樣 那之前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有些朋友就跟我講說 他看其他工程師都用黑的 所以他覺得用黑的應該比較厲害 所以假如你今天覺得用黑的比較厲害的話 那就把它切成黑的這樣 那除了你現在看到右邊 整個畫面是黑的之外 有時候在右邊的這個程式碼的空間裡面 大家也會有喜歡不同的主題配色 所以你可以去換這個Color Skin 那你會看到我這邊裝了各式各樣的Color Skin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歡的選擇去切換不同的顏色風格 那有些風格你會不懂為什麼它會這樣設計 不過Anyway 就是它有各式各樣的風格可以挑一個你自己喜歡的 那你假如挑到白的的時候 它會問你說 你看起來好像白的 那要不要整個布景主題一起換 所以它會幫你把它整個換過去這樣 那這些東西其實假如你覺得內建的還不夠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到我們的Plugin裡面去 我們的Plugin裡面有個Marketplace 那Marketplace裡面你假如打Sync 這個關鍵字就可以去下載很多 不管是我們官方做的這個Sync 或者是別人做的Sync 或是你自己有設計一個Sync 你也可以把它上傳到我們的Marketplace 然後讓別人來用 那這邊是一些很多客製化的功能 那剛好我們前陣子 剛好我們官方也有辦一個 算是Sync的主題 布景主題大賽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有很多新的布景主題都放上來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看一下這樣 那另外就是寫程式應該最在意 像我蠻在意的就是那個字型 因為我是視覺系的 所以我覺得好看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像我自己最喜歡的其實是最近的新寵 是你可以到字型這邊 有一個叫做Firacode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字型 那Firacode這個字型 基本上它是一個等寬字 然後它本身設計蠻漂亮 但是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你要把剛剛這個字型渲染這個選項把它勾起來 那勾起來這個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在打一些程式碼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看起來就會有一些圖形效果 比方說我現在打一個if判斷式 然後裡面通常我會寫 比方說A會等於B 那你會看到這個等於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樣對不對 等於等於等於又跟人家不太一樣 或者是不等於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圖形一樣 不等於等於等於 看起來又不太一樣 那或是小一等於之類的 那看起來就很像符號 那你會在視覺上你會覺得說 你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標點符號而已 所以假如大家喜歡這樣的東西 跟我一樣視覺系的話 你可以去選Firacode 然後記得把字型渲染勾起來 那這個Firacode 你不用自己去那個gear上面去安裝那個字型 它本身已經內建在我們Intel J裡面 所以你系統不需要安裝 你在Intel J裡面也可以使用這樣的字型 那除了字型之外 大家有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假如在Intel J裡面做了一些 比較花時間的事情 比方說我這樣點開來的時候 它在右下角剛剛有看到一隻彩虹貓在跳 有沒有看到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在YouTube上面 有看過一個東西叫Neon Cat 它就是一隻貓一直在那邊跳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那假如你希望把我們Intel J裡面所有的Progress Bar 通通都換成那隻貓在跳的話 你可以也是進到我們的Plugin裡面去 然後去找 我自己已經裝了 在這邊 有一個叫做 Neon Progress Bar 所以你裝好之後呢 就會看到那隻貓在任何 這個只要是Progress Bar的東西 都會換成一隻貓在跳 那我知道很多工程師都很喜歡吸貓 所以假如這個實體的貓吸不夠的話 還可以吸一下虛擬的 那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個 我們其他的這些常用的Plugin 像我自己還蠻喜歡另外一個叫做Rainbow Bracket 這個Rainbow Bracket是幹嘛呢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寫程式碼的時候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 有時候你會遇到一些很極限的情況 比方說 你不小心就遇到這種非常多 跨幅的情況 然後你跨幅到後來 你就搞不清楚哪個跨幅是哪個 所以你裝了Rainbow Bracket之後呢 它會幫你在跨幅跟跨幅之間上色 你就可以看顏色 就知道它對到的是另外哪一個 那當然Intel J本身也會有幫你做上色的功能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這邊基本上 也會幫你把顏色都設定好 你會可以看得到它之間的差異 那對你來說可能會比較方便一些 那所以把這些常用的Plugin推薦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剛剛把顏色改了 所以我稍微再微調一下 整理一下我的ID環境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尼洋可以跑出來的樣子 好 那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除了這個你看到的這個布景主題啊 或是其他的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開始要寫程式碼了 那我們在寫程式碼的時候 其實你用IDE工具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你產生很多 我們所謂的co-generation 或是co-completion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幹嘛呢 就是說基本上 我知道寫加碼的時候 你會覺得需要寫的程式碼很多 所以但是很多程式碼又是 一定要寫 但是都是很重複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交給IDE來幫我們做 然後我們自己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在寫程式 那另外就是說 假如你們團隊裡面有使用所謂的TDD的方式來做開發 那有些我之前遇到一些朋友 他的經驗就是說 他們抗拒TDD不是他們真的不想寫測試 而是覺得還要花時間 就是原本寫程式碼都已經不夠了 不夠時間了 那他還要再多花一些時間去寫測試代碼的話 那他會覺得花很多時間 那所以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 不管是在寫前端 或者是在寫Java的程式碼的時候 或Couting程式碼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用一些co-generate的方法 讓你可以更快速的把這些程式碼寫完 那我先從這個前端開始 就是大家在寫這個HTML的時候 應該是像這樣的狀況 那你就看到HTML本身是一個 就是成對的tag的這種寫法 那大家在寫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可能都是像這樣 就是我先寫一個小於符號 然後IntelJ會提醒你 有哪一些這個tag可以用 比方說我寫A 然後我就可以有屬性的提示 然後當你打大於符號的時候 他就自動幫你把它關閉 這樣聽起來蠻合理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稍微有點慢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教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Live Template 那Live Template這東西在每個Editor裡面 可能都有類似的設計 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的是所謂的co-snippet 就是你只要寫一小段英文字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展開成一塊很大的程式 那在IntelJ裡面呢 我們不只是做所謂的co-snippet 我們還做到了所謂的Emi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Emit Emit這東西原本叫做ZenCoding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這邊叫法叫做ZenHTML 它可以寫一段你想要的這個英文字母 然後幫你展開成一段程式碼 然後它還可以支援所謂的CSS Selector 所以當你在寫一段很複雜的HTML動的時候呢 它會看起來更簡單一點喔 那我現在寫給大家看 那比方說第一個 我們就先寫一段HTML file的初始化 所以你就先打一個驚嘆號 然後按Tab鍵 那就先把這段先採證出來了 然後它會把這個游標放在可以跳躍的地方 比方說寫Z,H,Hand 這樣跳 跳進來之後呢 Body的部分 比方說我們平常寫H 我們可能會寫小於H1嘛對不對 但我們這邊只要寫H1,Tab鍵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 Tag補好 然後把游標放在正中央 那這樣我覺得還不夠快 為什麼? 因為你通常不會這麼單純 你通常在寫什麼 比方說像寫Boothtrap對不對 Boothtrap是不是要先寫一個Header 然後呢 在它的平行的那一層裡面 它又想要寫一個DIV 這DIV身上可能會有個叫做Content的ID 然後它的底下可能會有個UL 這UL身上可能有 比方說有個東西叫Pagination 底下又會有LI LI可能需要有三個 然後呢 在這一層的平行的那一 對不起 平行的那一層下面又會有個Footer 那我們按Tab鍵 產生出來就像這樣 它會直接幫你把Header DIV跟Footer都產生出來 而且它把剛剛我們說的ID 跟你想要的東西都做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做其他的調整 比方說LI身上還有item這樣的class name 然後這個class name我還希望有編號 比方說從1變到3 那我再加一個前置號上去 按Tab鍵 你會發現它產生出來的就是item123 這樣可以嗎 那你在寫HTML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就是 其實你會希望HTML裡面有內容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希望這個HTML會被撐開來 你才知道說你現在這個HTML會不會破版 尤其你在寫前端 可是偏偏那些資料都要從資料庫裡面去產生 所以在寫HTML template的時候 你不見得會有那些資料 所以這時候你會希望有一些假文字 那這個東西在英文叫做 這個Loren-Lipson 所以我們也支援這個Loren-Lipson的功能 就是你要打Loren 然後你按Tab鍵 你看看它就會幫你把這裡面產生出一堆 看起來好像是文字 但實際上它不是真的文字的東西 去撐大那個HTML的空間 那假如你覺得這樣太多的話 你也可以去設定它的值 比方說你需要六個字就好了 那它產生出來的字串就會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你應該可以很快地產生出你想要的HTML 那像這樣Live template的工具呢 其實在你就是寫後端的 比方說寫Java的時候其實也可以用 比方說我現在先產生出一個Couting的Class 我把它叫做App 那比方說我們現在想要寫一個Main 就打Main 然後我可能要寫一個Function 然後它可能叫做Greeting 那它可能是一個String 然後我們可能需要Println 所以打sout 它就自動幫你展開來 然後放在中間 那你會看到用Live template 它很快就可以幫你產生出你想要的程式碼結構 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去寫你的程式碼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把這些功能 開始跟其他的一些Edit function 開始做整合 所以我想要示範就是說 假如我們今天想要寫一個 比方說我們想要寫一個計算機的類別 然後我怎麼樣用TDD的方式來做 那我們先到這個SRC底下 我先開一個package 比方說我叫做utility 然後我在裡面再開一個 比方說我們先開Java的class 它的class名聲叫 coculator 那做好之後呢 平常你都是很快的在 這個地方就開始寫程式碼了 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是TDD嘛對不對 所以TDD跟你講說 你要先寫測試程式碼 再寫production code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你直接按command n 那它就會問你說你要產生什麼東西呢 我剛剛講說我要產生一個test 然後我們就直接幫你做出一個 coculator test 用JUnit放在test資料夾底下 那你會看到在這邊它就會產生出 對應的utility裡面的 coculator test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呢 你其實就可以把畫面切成兩半喔 那右邊是我的test code 然後左邊是你的production code 那你可以兩箱對照來看 那因為今天我們的畫面比較小 所以我先把production code關起來 先讓大家專注在test code這邊 那這邊一樣 你要寫test的時候 也不要自己去手動寫 你就按command n 你會發現 記得上只要一直按command n就好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出你想要的東西 比方說我現在想要寫的是一個加法 所以我們就講 should return to when one at one 那大家都知道測試3A嘛 對 就是arrange act跟 assert 那arrange的地方呢 你通常會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寫 然後寫calculator colculator colculator等於new colculator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這樣寫 不要這樣寫 為什麼 太慢了 要怎麼做呢 你應該用所謂的post fix 就是反正你要做出來的物件 是calculator嘛對不對 點new 那按enter type鍵之後呢 它會幫你把new放在前面 後面的括弧幫你括弧起來 這樣可以嗎 再來一次喔 就是calculator.new 幫你把它換過來 換過來之後呢 實際上你會希望它前面會放一個local variable 對不對 所以按option加enter鍵 它就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introduce一個local variable 所以就按enter鍵 它幫你做好了 然後你可以把它改成 比方說target 然後後面它就會自動幫你 把分號補上去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來你希望 我實際上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你就可以打target.add 我先把API設計出來 我希望它會做起來是1加1 像這樣 那寫的時候其實也不用像我這麼認真 空格也不用打 你打完之後呢 你可以按command shift加enter鍵 它自動幫你把這個東西reformat 然後把後面的分號補好 然後再把優標放在最後面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來就是你會發現 這樣寫好之後 我API設計好了 可是它會出現紅色的字 為什麼 因為我production code 一點東西都還沒有寫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去補 我原本沒有的production code 那這時候呢 你也不用離開你的鍵盤 你只要按F2 那它就會自動把優標放到有錯誤的地方 然後這個時候再按option加enter鍵 那基本上在intel這裡面 只要任何有錯的地方 按option加enter鍵 大概就80%可以解決 那enter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把你的指標 帶到剛剛的calculator的那個class 然後幫你把那個add的方法加上去 然後這個地方你就可以開始寫你的production code 那記得打的時候都不用太認真 最後都是按option command shift加enter 它就自動幫你format 然後幫你補完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寫完之後 你要跳回去繼續寫你的test code 所以按command shift T 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跳到哪一個test code 跳過去 然後這邊就好了對不對 那最後我們要做而設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按option加enter鍵 我跟它講說我要做成一個 actual的變數 然後呢最後我才寫er 那打er設的時候呢 基本上有autocomplete 所以你打a 然後再打e 它就會幫你找 只要是 er什麼什麼 e什麼什麼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打成erseq 然後這個地方你可以做autocomplete 你可以按command加空白鍵 它就會把 有可能出來的那一些選項 列出來 那一般來說你是按這個control加空白對不對 那它只會把有可能的東西都列出來 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叫做 control加shift加空白鍵 那它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會去看 現在你的這個assert equal裡面 它可以接受的型別是什麼 然後它會只把符合那個型別的東西列出來 所以你看我剛剛在按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叫做smart type completion 然後它會自動去幫你抓 符合這個型別的那一些參數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抓 我的應該是 我希望它寫2 然後最後我要用的是actual 這樣可以嗎 這樣的話是不是很快的你的tdd就寫完第一段了 你的test code寫完了 你的production code寫完了 然後接下來你就是按這邊的播放鍵去跑這個測試 然後看看它跑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通過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像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那些你常寫的那些程式碼 都幫你產生完 然後你可以專注在你想要做的那個API設計上面 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做這些事情 好 那編輯的部分講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就是version control的部分 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會希望把這個git整合在你的工作環境裡面 那你會看到剛剛我們在產生檔案 或是在寫程式碼的時候 它會談一些提示 問你說這個東西要不要加到git裡面 或是說你可能眼尖的你會發現 我剛剛在改一些程式碼的時候 比方說我今天 在寫這段程式碼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旁邊這邊會有這個綠色的光條 或者是假設我這個地方有做一些修改 那它會有藍色的 或者是我這邊有一些東西被我刪掉了 它會有一個灰色的箭頭在這邊 那所以你在打程式碼的時候 其實旁邊這個gatter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其實就有提示說 你現在這個檔案被你編輯過後 跟之前的差異是什麼 那假如你想要做兩相對照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點一下這個色帶 它就會跟你講說 原本這個地方是什麼 那萬一你發現這個地方是錯的 你可以直接按就是revert 它自動幫你把它復原回來 或者是你可以開我們的Version Control面板 在下方 那它這邊也會把你現在有編輯過的 修改過的檔案列出來 然後你點它之後呢 按comment加d 那它也會出現這種左右對照的模式 你可以看說 原本的這個東西變成 右邊的什麼樣子 那左上角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可以跳到下一個有差異的地方 所以 假如你今天發現這個地方 你要把它復原 你可以在這邊做復原 那再來就是做commend 就是你可以按這個commend K 它就會開我們這個commend message的這個畫面 你可以在這邊寫你的commend message 這邊挑你要commend的檔案 甚至在我們新版裡面呢 你也可以做partialcommend 你在這個畫面裡面看到這邊其實有一個打勾 就是說你這段要commend 還是這段不要commend 所以假如你以前在做partialcommend的時候 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在打指令 那現在都有這個圖形畫界面 可以協助你哪些東西要commend 或哪些東西不commend 那我剛剛一直有提醒大家 就說大家在打程式碼的時候 其實不用那麼認真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在 我們的這個 code這個選項裡面呢 這邊其實有個叫reformat code 那這可以幹嘛呢 就是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把現在你開的這個檔案 裡面的所有程式碼 重新幫你做排版 所以你只要在我們的config裡面去設定好 說你想要用哪一種方式 來做你的code format 它就自動幫你做排版 那我知道大家都一定會忘記按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綁定在你的commend 在commend的hook裡面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勾說 我在這個commend的時候呢 我要把程式碼重新整理一次 我要重新排列我的程式碼 比方說把public的方法放在前面 把private的方法放在後面 而且我要方法名稱要A到Z來排 optimize import就是 我把import也是照A到Z來排 然後沒有用到的幫我刪掉 所以這些東西你都不需要手動去做 你只要在commend之前把這些東西勾起來 commend進去以後就會漂漂亮亮的 所以你的同事永遠都不知道 你的程式碼到底寫得多亂 反正在version control裡面看起來 都是漂漂亮亮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其實我們重點就是說 讓你用最多的自動化來節省掉你的時間 那當然其他的功能像是 就是我們這邊也可以做到一些 看Git的線圖啦 你可以在這邊去改 這個commend message 也可以做rebase 這邊也可以做interactive rebase 或者是有時候 大家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想要知道這一段程式碼 到底是哪一個天才寫的對不對 你就想要下那個GitBlend 對不對 那你就在這邊按右鍵 有個annotation 一打開來發現 原來就是我自己寫的 好自己寫的問題就自己收 所以假如你需要像這樣的功能的話 基本上你都不需要去背Git的指令 你只要知道怎麼樣使用這些東西就好 那再來是我們剛剛在寫tdd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這邊其實有寫好很多 這個已經做好的功能 我先把它復原回來 那你在做這些功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會需要跑測試 然後跑完測試之後呢 你其實會想要做debug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按debug之後呢 去做下breakpoint 比方說我想要debug這個裡面 比方說我通常在for each裡面 是最搞不清楚它在幹嘛的 所以你可以按debug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停在你剛剛下中斷點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的畫面上 它會把那一行旁邊列出來說 在這裡面有哪一些變數 然後它做了哪一些事情 甚至你也可以在這邊有個interactive console 就可以去看說 比方說我現在s是什麼東西 或是我的total 現在的狀況是多少 那它會把這個結果印在下面給你看 那除了做testing之外呢 有時候既然你是用做tdd 你可能會在意你的coverage是高不高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一鍵 它會自動幫你把coverage跑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這些程式碼裡面 它的coverage的程度是多高 我們找一個 比方說我們剛剛的validator裡面 你會看到像這個程式碼 基本上我已經百分之一百已經跑完了 所以你會看到在左邊這邊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版本控制的色帶之外 在左邊又會有另外一個色帶是說 它這一段程式碼有沒有被覆蓋到 假如有覆蓋到的話 它就是綠色的 假如你看到有任何紅色的色帶出來的話 表示你那段程式碼是沒有被覆蓋到的 OK 那再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你有時候可能會做一些refattering 那在我們intel之間裡面 你要做任何refattering的時候呢 你只要記得一個快速鍵就是 Ctrl加T 比方說我們現在看這一段程式碼 然後你有時候會希望說 比方說我這邊做了一連串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看起來不是很好的 易懂 所以我就按Ctrl加T 它就會開一個refattering的功能 然後你可以跟它講說我想要refattering成一個function 那它就會問你說你這個function要叫什麼 比方說我把它叫做clean up 那它自動會幫你把這個function做出來 然後放在下面然後變private function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你把程式碼搬過去 然後這個function裡面需要用到哪一些參數 它自動會幫你偵測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說要用IDE來做refattering的功能 因為它真的知道你的程式碼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會需要去改這個程式的一些參數 那你一樣也是按Ctrl加T 然後去rename 比方說我希望把它改成叫做S 那有時候你可能要做的是我這個function想要改變它的設計 比方說我現在可能要加兩個參數 然後這個參數的順序可能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一樣也是按Ctrl加T 這邊有一個change signature 你跟它講說我還要加一個叫做A 然後它也是string 然後可能還有一個是B 它也是叫string 或是我們把它用int 那做好之後你還可以調整它的順序 比方說我B要放在前面 按refactor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地方改好 然後原本在這個地方 它會幫你把那個東西換出來 然後把空間留下來給你填 所以就知道這個地方你其實有缺東西 那你按Command P的時候它會提示你說 你現在這個參數應該要填的是什麼 以及它的型別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補回去 這樣你就可以把它補完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假如你今天要做很多refactoring的功能的話 透過ID應該會更方便一些 更方便一些 那再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有時候你會用到一些service 比方說你要跟資料庫做整合 或是你想要用dark container 那我們在新版裡面呢 基本上也支持了這個所謂的Darker Compose 或是Darker File 那所以我這邊已經先把我本地端有先跑一個 可以看到我這邊已經把Darker D門跑起來了 所以我們先切到Intel J 然後我開啟我剛剛的Darker Compose 那Darker Compose裡面我們也支援這個Auto Complete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一邊打你的Darker Compose 然後你可以直接按這個播放鍵 那你會看到我們基本上把所有可以Run的東西 都放播放鍵在你的Gutter上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播放鍵按下去就對了 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這個Darker裡面的這個container 它的我們當初給的環境變數啦 或是你的檔案系統裡面的所有的內容 或是你的providing要怎麼做 都可以在裡面看喔 那我剛剛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其實是啟動了一個MySQL 然後比方說我現在要開發這個應用程式的時候 我不想要在我自己本地端裝一個MySQL 希望它可以跑在容器裡面 那我就用Darker Compose把它跑起來 跑完之後呢 你會看到我右邊就會有一個Database面板 Database面板打開來之後呢 就可以去連接到我剛剛跑起來的那個MySQL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再開 比方說MySQL Workbench那些其他第三方的工具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的這個空間裡面 去直接連到我們的資料庫 然後同時我們也提供這些autocomplete的方式 讓你可以很快速去寫出你自己想要的SQL 那假如你今天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需要跟MySQL做溝通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做autocomplete 你就不需要來回去切換你的那個context喔 那這個面板是我們新的2019才出來的一個新面板 以前你可能需要用好幾個面板 那它現在全部都集中在這個所謂的service面板上面 所以不只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Darker跟Database 其實還有其他更多工具等你用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都幫你集中在service面板上面 那希望可以讓大家更有效率一些喔 那再來就是大家常常會寫API功能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有一個HTTP Client的功能喔 那這東西怎麼做呢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這個專案裡面開一個叫做Scratch file Scratch file的東西還蠻特別的就是 它實際上不是一個真正在你的專案裡面的一個檔案 而是在IntelJ裡面的一個暫存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一個Playground 那開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下一些HTTP的一些指令喔 比方說我想要打到HTTP.org 然後比方說UID 那它就直接去執行 去發一個HTTP Request 打到這個HTTP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回傳的結果是什麼 那它會回傳一個JSON給你看 那這東西呢你也可以做好幾次 那做了好幾次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次它會把你的時間戳記 跟你的HTTP Status Code 跟你回傳的Data Type都放在這邊 然後你甚至可以在這兩個之間做比較 你可以知道說 我剛剛第一次發出去的跟第二次發出去的 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你發現你每次在寫API串接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一直在比對回來的JSON 到底是不是對的哪裡錯 尤其是你的JSON很複雜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做到比較複雜一點 比方說你希望可以post一個資料 然後它打到HTTP.org 然後你可以跟它講說 你丟過去的Content Type是Application.json 你接受的也是Application.json 然後你可以跟它講說 我要丟過去的資料 比方說它是一個title 那你這邊打JSON你不太習慣 你可以開啟一個專門打JSON的空間 比方說我要打HariPort 然後按Enter鍵的時候它自動幫你把這個豆點補上去 那這樣做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再把這個資料一起打出去 那你只要看到HTTP.bin那邊回傳的資料 假如跟你打過去的資料是一樣的話呢 表示我剛剛這個API code是成功的 所以用這種方式你應該可以很快的 你不需要再切到比方說postman啊 或是其他的HTTP client 那假如你比較傾向用圖形化介面的話 其實我們早就有圖形化介面 在tool底下有一個HTTP client 打開來其實就是一個postman 所以看你喜歡用圖形化的方式來用 還是你喜歡用寫程式的方式來用 那就看你自己的個人偏好 那這個基本上也是讓大家可以更快 有生產力的一種做法喔 OK 那最後就是想要來說服大家 就假如大家今天聽完我講的內容之後 你決定給我們一次嘗試的機會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跳槽呢 最後幾分鐘了 就是你其實切到我們的設定裡面呢 你會看到其實我們內建就有一堆 從其他地方跳槽過來的 不管你是從Eclipse 或是從Netbeams 或是從VS 就是Video Studio 它的快速鍵都可以直接套用在 我們的IntelJ上面 所以你應該切換過來 用原本一樣的快速鍵 就可以在IntelJ裡面無縫地工作 那再來就是我知道 最近VSCode很紅對不對 所以假如你習慣用VSCode的話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Plugin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的Plugin裡面 有 有一個 有一個VSCode的Keymap 這邊 就是我們 基本上也幫你做了一個Plugin 所以你只要裝了這個Plugin之後 IntelJ用起來 就跟VSCode的那個快速鍵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假如想要貼過去也是可以的 那再來我知道有很多Vin模仁在現場 所以呢 我們其實官方有做一個叫做IdeaVin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這邊 那基本上我們把所有Vin的Editor的功能 全部都搬進我們的IntelJ 所以你可以開啟一個Vin的模式 那我覺得用IntelJ再加Vin 其實你可以帶給你一個很大的好處 是說你可以享受Vin在Editing上面 就是高速以及高效的那種方式 來操作你的這個字串 但是同時你又可以綁定到我們Ide的功能 因為它是可以綁在一起的 所以甚至你可以在你的Vin裡面 你可以設定那個VinRC 來去呼叫我們IntelJ裡面的一些功能 比方說像我知道有些高手他們做法是 像我剛剛是說大家Commit的時候 再去做Reformat跟Rearrange Code這些功能 他直接把那個功能綁在他的VinRC裡面 所以他每次存檔的時候 他按冒號WQ的時候 他自動幫你存檔 然後幫你Format Code 然後幫你重新arrange code 所以你可以享受到Vin的好處 也可以享受到IntelJ裡面原本Ide的功能 那甚至我最近發現還有人是用emac的 那上次有跟一個朋友交流 就是他們也做了一個設定檔 你假如放上去之後 emac的人也可以在IntelJ裡面 用所有emac的keymap 所以假如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試用一下 那經過今天之後呢 假如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我可以給大家幾個建議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今天Japrin在外面有個攤位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樣的折頁 這折頁翻過來呢 後面就是所有快速鍵的對照表 所以呢 你假如覺得今天聽的還不夠多 你可以拿一份回去 甚至你可以拿很多份回去跟你的同事分享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在我們的Ide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help裡面 有一個叫做Productivity Guide 在這邊 它這邊列出所有我們很有生產力的功能 那你可以照這個use的這個排序喔 你可以去看看哪些功能你最常用 哪些功能你從來沒有用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些我沒有用的功能 我趕快去做潛力開發一下 好不好 去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有一個JaprinTV的頻道 那上面有我的同事們 就是他們各式各樣的技巧的分享喔 所以假如大家假如對這些功能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看喔 那假如你對這些英文的素材 你覺得不是這麼滿意的話呢 那這邊幫我抄一個網址喔 就是intelj.tips 那我現在就是JaprinTV邀請我加入之後呢 其實就是希望我可以生產很多 所謂中文的這個教學跟內容 那我現在就會開始把我今天講到所有的功能 開始一個一個寫成一篇一篇的文章 然後放在這個intelj.tips上面去 所以假如大家假如有興趣的話 可以之後把這個網址寄下來 那這個網站還沒有上線 所以大家現在還看不到 但是之後會上線 我希望這個月底會開始上線 那假如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到這個網站上看一下 那我今天也會留在我們的攤位上 假如大家對我剛剛demo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有問題的話也可以隨時到我們攤位上來跟我交流 好 謝謝大家 然後這邊是我的Facebook的QR Code 所以大家假如想要加我Facebook的話也可以少這QR Code 然後上面有我的email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